男人突然发现天上的直升机库吃炸裂 楼下的人群也在四散而逃 而自己的女友却愣在原地目瞪狗呆 男人让他快躲上来 可转眼间女友就开始发狂乱咬 男人连忙躲进屋内 这时一个黑人却突然破门而入 小帅吓得让他快走 小黑解释到自己是他的邻居 来这里是想借个厕所 面对反常的一切小帅大脑已经当机 可直觉告诉男人必须拿刀自慰 转眼间小黑的眼球就已布满血丝 小帅拿起四十米的大砍刀求他火速离开 然而就在男人刚走出钢门时 紧接着从外面就传出震震凄惨的尖叫声 小帅意识到外面已爆发丧失危机 目前只能依靠自己渡过难关 他连忙将床移动到客厅 并推动冰箱堵住门口 之后再用报纸将家里的窗户全部蒙住 即便家里已经固若金汤 可偶尔响起的敲门声 还是会让男人打起十二分精神 而更恐怖的则是半夜突然从厕所传来的声响 即便很是害怕 但小帅也只能拿起狼牙棒去一探究竟 不知从哪来的女丧尸赫然出现 男人缓步绕后裤吃一棒发解了危机 此刻悬起的心态终于放下 为避免女丧尸再度苏醒发狂 小帅绅士地将她抱起扔下高楼 随后用冲浪板把特索通风口堵住 才终于安心 可紧接而来的停水危机又让小帅再度犯难 如果不解决饮水问题那也离死不远了 思前想后男人还是决定拼死一搏 趁着丧尸不留神她顺利地溜了出来 可刚走出三米远就被丧尸瞬间发现 小可爱的过度热情让男人连滚带爬都慌忙逃跑 然而丧尸却实在太多了 每行一步都仿佛是在刀刃上填血 为避免狗带小帅最终还是空手躲了回去 晚死总比早死好 这次的经历已让男人掐灭了外出的念头 等他冷静下来后 以前的幸福日子突然不断涌入脑海 而相比目前的现状却显得孤独万分 传出的声响永远是恐惧的由来 拨开遮挡眼前的光明却并不是希望的曙光 想到自己每天都陷入恐惧之中 让自己坚持下去的动力只是生死未卜家人的照片 每天最大的解压方式就是乱谈情 整日困在家中自娱自乐 可这一切都让自己更加崩溃 此时巨大的绝望感开始不断翻涌 他仿佛丢失了生存下去的信念 只见男人踏上板凳站好立定 此刻的他已经下定决心 然而就在这时男人的眼神里 却突然流露出一丝难以置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